呃,大家好,今天请到了语剑,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呃,导门,呃,就是导门的一个,呃,topic,然后,语剑,然后你简单做我自己介绍一下就可以开始,啊,好的,大家好,我叫张语剑,我来自天津大学,是一名2022级的硕士,所以,这个课研,还有读论文的时间比较短, 可能如果待会讲的时候有什么错误的,或者有什么模糊的东西,大家随时打断网,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计算机视觉,然后是语泛化,那我现在开始讲吧,老师,啊,谢谢,啊,嗯,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这个ECCV2022的一篇论文,它是用预讯链模型的, 互信息正格化,来做预讯化的,然后它这个题目呢,预讯链模型,大家肯定都比较熟悉,然后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是预讯化,一个是互信息,我先简单讲一下预讯化,或者叫领域范化,就是这个domain generalization, 它就是在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之间有一个分布偏移,比如说我们的训练数据都是照片,就是直接拍出来的现实世界的小狗, 然后它的测试数据呢,可能是这个简笔画,或者是卡通图片之类的,就是它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不是服从同一个分布的, 一般我们就是认为服从同一个分布的叫一个域嘛,叫一个领域,一个domain, 然后之间有这个差异的就叫预讯化,这个训练数据呢也可以叫原域,测试数据也可以叫目标域,这个就是预讯化的主要的概念, 然后在预讯化下面呢又有好多就是各种各种排列组合吧,就有好多种类别, 比如说这个图片就大概展示了一下在常用的几种设定, 一个就是左上边这种叫多元域泛化,就是它的元域有好几个,目标域只有一个, 其实我感觉目标域有多个也无所谓,但是目前好像这些综数, 它的定义里目标域都只有一个,然后左下角这个是单元域泛化, 就是一个元域到一个目标域的泛化,右边呢是半简读域泛化, 它又有两种设定,一个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种元域, 然后就其中一个元域是有标签的,另外其他元域是没有标签的, 还有一种设定就是几个元域,每个元域都是半简读的, 就是每个元域都有少部分数据有标签, 然后大部分数据是这个unlabel的, 我们这篇论文的设定是左上角这个多元域泛化, 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设定,就是它的元域有很多个, 然后目标域就只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互信息, 互信息也是一个比较,应该是在机器学习里比较基本一点的概念, 它的定义就是这两个随机变量,一个x一个y, 它的互信息就是x的上减去这个条件分布的上, 它也等于y的上减去,也等于这个y的上减去x条件下y的这个概率分布的上, 就相当于是它们两个中间交集的这一部分, 它和那个感觉和这个KL散度啊什么的都很类似, 就可以衡量两个分布之间的相似性吧, 或者衡量它们之间的差异, 这个就是互信息的一个简单的定义, 然后它这个论文呢是韩国的几个作者的一篇论文, 这个机构是,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这个是中央大学,然后还有几个AI的研究所, 是ECCV2022的论文,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自然图像的分类, 还有预范化,就是多元预范化, 多个元预到一个目标于的范化, 它论文的数据集用了几种, 基本上预范化产见的数据集都用了, 然后比如说这个PACS, 它这个这四个字母就是四个domain, P是photo, A是art painting, C是cartoon, S是sketch, 就是有照片, 艺术画, 卡通图片, 还有这个简笔画四个域, 然后是七分类问题, 总共的数据集是9991张图片, 然后下边这些, 下边这些数据集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和这个PACS也类似, 就可能有些是电脑合成的这个图片, 有些是真实世界的图片, 就是来自不同的域, 基本上都是四个域, 然后下面这个domainite是六个域,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论文的它的立足点, 它是提出以前的这个方法吗, 以前的预算化方法, 它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在一个backbone里, 比如ResNet的18, ResNet的50, 在这个上通过设计各种一个限制吧, 然后让它能提取到预不变的特征, 那个预不变的特征呢, 就也可以比较这个预无关的特征, 就是它可以通过几个原预的学习, 希望加上各种限制手段, 它能这个模型能对任何预都可以提取到, 它的预意信息和它的预没有关系, 像那个PACS, 它这个数据集, 就上面这个数据集, 它主要的预的变化就来自于它的风格变化, 就是从什么艺术化到什么卡通图片之类的, 它就希望通过不同几个原预聚合在一起来学习, 希望它能提取到和预无关的特征, 就是高级的预意特征, 和它的风格信息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篇论文认为, 它有限的原预不足以使模型学习到预不变的特征, 比如说这个PACS数据集, 它如果一个预做目标预的话, 只有三个原预, 然后这一共是不到一万张图片, 它又扣去验证集和测试集的话, 在这些就是扣去这些所有训练集里, 还要有四分之一做测试语, 所以它只有四分之三的数据来训练, 它数据量可能比较少, 这论文就认为它很难从这些数据里学习到预不变的特征, 因为一般认为预不变的特征, 它需要输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预的图片, 然后还要有大量的图片进行支撑, 它才能学习到一个比较好的和预无关的表示,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现有的模型基本上都是利用了预训练的模型嘛, 比如说ImageNet预训练的ResNet, 然后在这个就是参数初始化的时候, 用这个预训练的初始化, 但是作者又认为呢, 他也是根据以前的一些论文吧, 他认为简单的微调会是模型过你何道原域, 就像右边这张图, 我们拿到一个预训练的模型, 在常见的设置下, 微调和测试它的数据应该是独立同分布的, 就是他们应该服从一个预训练, 预的一个领域的, 所以他在微调的时候, 这个预训练模型就见到了这个和测试数据类似的数据, 他就可以很好的拟合到这个,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拟合到这个测试数据, 但是在预训练画上呢, 他可能本来这个预训练模型, 他就见到了很多不同的, 就是大量的不同预的图片, 然后这个模型在, 这个模型在这个微调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呢, 他可能反而会使模型过你何道这个用来微调的这个数据集, 他在测试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损害他的性能, 因为他微调的数据和测试的数据是不同的domain, 所以呢, 他这个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简单的微调可能会使模型过你何道原域, 针对上面两个问题呢, 他的创新点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再学习这个预不变的特征了, 把模型, 就是让模型实现于泛化的这个目标, 转换为让模型学习一个与Oracle表示相似的特征, 这个Oracle呢, 就是最佳的特征, 他提出来一个Oracle Model, 就是这个模型, 就Oracle的, 就是最佳的这个模型, 他可以泛化到任何没有见过的领域, 就可以理解成就是最优的模型, 然后他的这个学习的目标, 就是希望模型学习一个和他, 这个Oracle Model提取出来的特征, 相似的一个特征, 然后第二呢, 就是在普通的微调上, 加入了一个MIRO的正则画像, 然后MIRO就是这个互信息正则画, 然后把这个换成这个Oracle, 就是与Oracle Model互信息的这个正则画像, 就叫MIRO, 就是他论文的创新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Clip的那个官网, 他本身在这个, 就比如说这种比较抽象的这种卡通图片, 或者是这种, 这些比较难的图片, 还有这种素描的图片, 他本身他的泛化性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作者认为呢, 他直接在这个数据级可能, 比如说这个他已经有很强的泛化性了, 假如说这个是在Foto域上进行微调, 他可能反而会使他过你河道这个照片的这个域, 然后他在测试域上的性能可能会差一些, 这个就是他论文的最核心的出发点, 然后下面呢, 就是他主要的创新点, 这个是以前的模型, 就是希望模型可以学习到一个域不变, 或者叫域不关的特征, 那就是这个看一下这个公式吧, 他自由化的目标就是原域, 这个SD是原域, 然后他希望有拿到这些原域的数据, 让他这个模型在原域上的这个risk最小, 就是最小化他在原域上的这个risk, 然后这个risk他的定义呢, 如果是交叉商的话, 就是最普通的就是一二M的训练, 就是empirical risk minimization, 就是经验风险最小化, 就是直接用最普通的, 把所有的能训练能拿到的数据给到模型, 让他去训练用交叉商做损失, 然后训练好的这个模型直接拿到原域, 拿到目标域去测试, 这个就是以前的方法, 如果这个risk换成其他的方法, 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政策项, 这个就是, 以前提出来的各种论文, 这个h呢, 就是他优化的目标, 可以理解成是模型的参数吧, 这大h就是用优化的假设计, 他就是直接拿到, 所有的训练数据给模型去训练, 然后直接去目标测试, 这个就是学习欲不变的特征, 他中间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损失, 比如说加上对比学习的损失, 加上其他各种的损失, 然后miro呢, 他的目标就是最大化, 这两个东西的互信息, 这个z表示的是特征, 然后这个zf呢, 就是要训练的这个模型, 提取出来的特征, 这个f就是, 他整体模型用h表示, f就是他前边特征提取的部分, 然后这个g呢, 是后边几个线性层分类器的部分, 然后zf, 这个小的小f, 这个zf就是用我们要训练的, 想拿到的这个模型, 提取出来的特征, 然后这个f星表示的是, 就是orical model, 就是最优的模型, 这个zf表示的就是, orical model提取出来的特征, 然后他论文的目标就是, 要最大化, 我们要训练的这个模型, 提取出来的特征, 和最优模型提取出来的特征, 之间的互信息, 然后对于这个, 前边的这个loss呢, 他是做了一个, 把他当做一个约束条件, 就是让, 你训练时候的这个参数, 和他这个loss收敛到, 极小时候的这个最优的参数之间, 他的差小于等于一个预值就行, 就是不, 不, 单纯的希望拿到他的最小值, 就是只给他一个预值, 让他符合这个条件就行, 这个也是之前, 看过一个, 就是怎么说, 多任务学习里, 可能多任务学习, 他有很多个loss嘛, 这个也是平衡各种不同loss, 之间的一种方法, 就是一个是, 常见的就是多任务学习, 他就是比如说有三个loss, 他就乘以几个不同的参数, 几个不同的权重, 然后加到一起去优化这个模型,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类似这种, 把主要的优化的目标, 当做他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目标函数, 把稍微次要的, 就没有那么重要的优化目标, 给他界定一个预值, 只要让他满足这个预值就行, 把它当做一个约束条件去优化, 其实他最后往下, 这个往下做做做, 他又回到前边的那种, 就是几个loss乘以一个权重的这个做法上, 然后他前边可能是包装的比较好吧, 他就是这样说, 把这个最优化的目标转换了, 然后根据前边这个互信息的定义呢, 你就可以推出来一个前边这个, 自由化目标的这个下界, 他是用论文里写的是用变分推断, 他引用了一个这个论文, 其实用他的定义也可以推出来, 都一个意思其实, 就是把前边, 前边这个是kl散度的定义, 把前边这个式子一向一下, 然后用这个不等式带到下边这个, 这个是互信息的定义, 就是x的上减去这个条件分布的上, 然后把前边的这个, 这个一向一下, 然后消掉一些向, 他就可以直接带进来这个, 这个式子就是成立的, 就是他他们xy和之间的互信息就大于等于x的上, 加上一个log条件分布的期望, 就是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下边这个不等式, 他前边是用变分推断, 一个前边是一个那个证据下界嘛, 加上一个kl散度, 因为kl散度是大于等于零的, 所以这个式子, 这两项相加肯定就大于等于前边这一项, 然后他把前边这一项拆开, 把这个log拆开, 就是就是下边这个式子,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互信息, 大于等于这个条件分布对数期望, 加上一个商, 然后这个f星呢, 是一个就是oracle model, 一个最优的模型, 可以泛化到任何领域都很好的模型, 这个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嘛, 在实际训练的过程中肯定拿不到这个最优的模型, 所以他作者就提出, 看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用预训练的模型来近似这个最优的模型, 因为他认为预训练的模型已经看到过很多不同领域的数据了, 其实就像imagenet, 他可能里边的图片都是就是实际拍出来的, 就是自然世界的一些图片, 可能如果对于这个pcs上来说, 他都是photo这个域上的, 当然他也有不同的来源, 要就是比较细致的划分的话, 他也可以分成不同的域, 这些大型的数据集基本上都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域构成的, 只是就是没有在没有预训练化这个不考虑这个预训练化的下, 就直接用它去测试, 用它训练用它测试, 假设它是独立同分部的, 但是如果要非要说的话, 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域, 因为它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来源的, 它认为这个预训练模型已经见到过很多不同的数据了, 它有很好的泛化性, 所以它就用这个预训练模型来近似做这个最优的模型, 然后下边就是一些公式的推导了, 前面拿到了这个, 它们两个互信息大于等于这一项, 然后它又接着往下推, 它又推导一个新的下节, 就是把这个ZF星换成了这个预训练模型, 用F0表示, 就是预训练模型的特征提取部分, ZF0就是预训练模型提取出来的特征, 然后互信息就它又推导出一个新的下节, 这个推导过程稍微有一点复杂, 大概看一下吧, 就是这个条件分布的对数, 它用了一个中值定理, 就是它在这个C点, C是X和X0之间的一个点吧, 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就是把X0带进这个式子, 然后加上一个T度, 乘以一个X-X0, 然后再接着往下推, 它是这个式子, 它是小一等于后边这一项, 加一个绝对值,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这中间最后一项, 用一个这个科西不等式, 它们两个向量成绩的绝对值, 就小一等于它们两个向量二范数的成绩, 就推导出一个这个新的下节, 然后用这个不等式,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 就是F星和这个, 就把它从Oracle Model转换到预讯链的模型, 首先它换了一个表示, 就是上面第一行的这个式子, 它这个ZF就是, 哎呦, ZF就是这个F这个特征提起, 去提起出来的特征嘛, 它就换了一种表示, 换成了这个, 把它的特征换成了它的输入, 就是这两个是相等的, 就是表示的问题嘛, 特征放到一个特征提取部分, 提起出来的特征, 就是用ZF来表示, 它就把这个ZF星和ZF, 全换成了F星X和FX, 然后把这一个, 把后边这一项和这个, 前面这个不等式结合, 把这个X0, 把它换成这个F星, 然后把前面的这个X, 换成那个, 就是余训练的模型, 就是F0, 然后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新的下进, 它就大于等于, 这个两个期望的X, 然后下边这个呢, 它又定义了一个新的, 这个变量, 就是这个D, 它定义就是F和G, 它的这个表示就是它, FX和GX, 它们X的二范数的上界, 它们两个相减, 肯定要小于等于它这个上界嘛, 所以前面是负号, 它又大于等于这个东西, 就把后边这个两项的X, 换成了一个距离函数, 换成了一个距离, 然后这个两个向量, 它的成绩的二范数, 它的期望就是一个常数, 把它换成了一个C, 这个C应该是和前面这个, 这个中值, 这个小C选取应该是有关系的, 就是把后边的这一项, 换成了一个C, 它就有了一个新的下界, 就是这个对数, 这个条件分布的对数期望, 减去一个C倍的, 然后预讯Lan模型和, Oracle Model之间的距离, 就推导出一个这个新的下界, 然后这个Oracle Model, 就是最优模型的它的商, 这个不是优化的目标吗, 就是希望它提取出来的特征, 和最优模型的特征要相似, 然后最优模型, 它提取出来特征这个商, 就不是我们优化的目标了, 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吧, 然后下边这个还有一项, 就是常数乘以这个距离的上界, 这个也不是优化的目标了, 因为它是, 就是我们已经决定用预讯链模型, 来近似这个最优模型, 那预讯链模型和最优模型之间的距离, 也不是优化的目标了, 它相当于也是一个确定的值, 然后最终优化的目标, 就变成了前面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Q呢, 就是一个变分分布, 它是用这个多元高丝分布来拟合的, 作为这个变分分布来进行这个变分推断的, 左边这个就是它模型优化的目标, 就是优化这个我们要训练模型和最优模型之间的互信息, 然后这有一个约束条件, 前面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呢, 推导出来这个下界, 它的优化目标就变成了这个, 就是这个不等式的第一项, 就是这个推导出来这个下界了嘛, 你就优化这一项就OK了, 然后作为这个约束条件, 它是把下面这个约束条件, 用那个拉格朗日乘数法乘以一个β, 放到这个最后的这个优化目标里, 就把它变成一个无约束优化, 这个rx是要找到它的最大值, 然后作为损失来看的话, 它就是要损失最小嘛, 所以就把它正符号颠倒一下, 然后把这个, 拍拍这个拉格朗日乘数换成了一个正责化系数lambda, 然后用这个q呢, 就是用多元高丝分布来进行建模的, 然后把它带到这个对数, 带到这个log里, 然后整理一下, 就拿到了它最终的这个, 这个就是论文最核心的这个创新点, 其实就是这个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瑞瑟就是一个交叉商的损失, 这就是在最普通的训练上引入了一个正则项, 这个正则项控制的就是它提取出来的特征和预训练模型, 就是不更新它的参数, 直接用预训练模型提取出来的特征之间的互信息, 让它们的互信息达到最大, 这个就是它模型优化的最终的目标, 它的算法呢也没有太多改动的地方, 就相当于它要保留一个就是预训练模型, 然后让它不停的从它里面提取特征, 然后用这个正则画像来限制它和这个ZF0之间的互信息, 那其他的就是最标准的那个训练的过程, 就是拿到什么训练数据就直接给它训练, 直接去测试就好了, 这个是唯一的不同, 就是在Loss上加了一个正则项, 其实它最后也是相当于也是它有两个Loss嘛, 两个Loss乘以一个权重加在了一起, 它原来是把它当做一个约束条件, 然后最后算着算着和那个就是普通的几个Loss乘以一个权重加一起是一样的, 然后后边就是它的实验和分析, 那首先是进行了一个就是分析它不同的不同的处理方法, 它不同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 它提取出来的特征和最优模型, 提取出来特征之间的互信息, 这个自由模型呢它是用所有的数据, 就是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 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训练出来的一个模型, 因为它已经训练时候已经见到过所有的数据了, 所以认为它可以很好的放化到不同的域, 这个就是它这个Oracle Model在它验证阶段或者在它分析阶段, 它这个Oracle Model的具体的做法实现的方法, 它对比了不同的几个不同的方法, 这个Random就是随机参数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就不动了, 然后用这个随机参数, 随机初始化的参数的模型提取它的特征, 然后这个纵作标就是它和最优模型之间的, 这个提取出来特征和最优模型提取出来的特征之间的互信息, 然后这个Pretrain的右上角带这个标记的就是指没有微调的模型, 就是它参数初始化, 初始化好了之后就不动了, 也不用这个训练数据去训练去微调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预训练的模型动了, 这个是2.0, 然后ERM-就是由随机参数初始化, 然后用训练数据去微调的模型, 那ERM加是由预训练模型参数初始化, 再进行微调出来的模型, 然后最后这个就是它这个论文, 就是损失上加上一个, 就相比于这个ERM加, 它就是后边多了一个Lambna倍的那个证则项, 它的互信息是比其他这些方法都要大的嘛, 这个是ImageNet, 一训练的ResNet50, 对于这个大一点的模型, 比较大的数据机, 比较大的这个大模型, 它发现呢, 就是相比于这个, 这个这跟它对应, 它的这个互信息肯定会提升的嘛, 但是对于这个预训练模型, 在进行微调, 它发现这个互信息反而下降了, 就是和前面它, 就是为了论证它这个论文的出发点, 就是认为在预训练模型上, 简单的微调可能反而会损害它的性能, 因为它本身这个预训练已经见过很多数据了, 然后微调可能反而使它过你和到这个, 这个微调上, 微调期间使用的这些数据上, 在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模型, 是没有发现这个变化的, 它还是有, 它的互信息还是增加了, 但是对于这个大模型, 它有下降, 它也引用了几个之前的文献, 也是提出了类似的这个, 这个这个观点, 就是大模型上预训练直接简单的微调, 会损害它的繁化性能, 这个就是它来验证它这个方法和, 就是它要验证, 它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的, 然后它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验证它的出发点, 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它最后有没有实现这个, 最开始提出来的这个目标, 但其实它, 它只是因为它是用这个互信息正则化来进行约束的, 所以它用互信息当做一个评价指标, 但这个互信息也不一定是很好的, 或者是最优的这个评价指标, 因为它要和这个论文的这个方法保持一致嘛, 所以它评价指标也用了这个互信息, 然后右边就是这个论文的实验结果, 它是在一二三四五, 在五个常见的数据集上都做了这个实验, 这个应该是Facebook提出来的一个, 一个那个论文, 就是以前方法就比如说一个表, 就是这一个一个那个数据集, 然后Facebook提出来一个看法呢, 就是经过了很多很多次不停的重复的实验, 然后加上一些相似的那个就是相同的那个超参数的那个调整的过程, 发现很多提出来的预算化的方法, 其实还不如这个最简单的直接用来训练, 直接用来测试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一二M, 然后它就提出来了一个新的基准, 就是在很多个数据集上进行很多次实验, 最后用这个最后的这个平均值来进行这个评价, 就相当于比单个数据集要准确了很多嘛, 就排除了尽可能的排除了这个实验误差的干扰和这个超参数的干扰, 然后下边就是它论文的方法, 到了65.9比这个一二M64.2高高了一点多, 这因为是在五个不同的数据集上, 所以高一点多已经高了很多了, 那这个一二M本身就是它虽然是baseline, 但是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强的比较强的那个方法了, 上面很多方法都没有这个一二M的效果好, 都没有这个baseline效果好, 像这个mixstyle是, 这个应该是2021年SL2的论文, 其实还没有这个比这个一二M要低了很多, 就是在多次实验多个数据集上的平均效果, 然后下边这一这几行呢, 它是和这个SWAD这个方法结合了, SWAD这个论文和这个这个这个SWAD和这个MRO这个论文是一个课题组的, 它是一个参数, 怎么说呢, 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希望模型收敛到一个比较平坦的LOSS, 是一个相当于是对模型参数进行改动的一个方法, 它和这个互信息正则化是这个证交的嘛, 所以它们可以完全完全可以结合, 就只是在LOSS上改一下, 然后参数的对这个参数的探索就是用SWAD这个方法, 下边呢这个效果也是高了很多, 比这个65.9要高了2点多, 在下边就是用比较大的数据集, 前边是用ImageNet预训练的ResNet50, 下边就是用了一个大型的数据集, 肯定效果要高了很多嘛,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见过了很多不同的预了, 见过很多图片了, 左边这个图呢就是和各种数据集, 各种这个Backbone各种训练方法, 对比的效果, 发现不同的对于不同的就各种不同的设定下, 它都比这个ERM要好, 效果要好, 还要好很多, 像这种基本上是越大型的, 越大型的数据集, 它的提高的越多, 就是这个提高了16, 12之类的, 然后对于ImageNet预训练的提升会稍微少一点, 然后右边这个图呢, 是它在医学数据集上进行的实验, 因为前边它这一项, 它这个Loss嘛, 它后边这一项就是为了限制它训练的这个模型, 和提取出来的, 和预训练模型提取出来的特征类似, 那如果我们要训练的是医学图像的问题, 预训练是在自然图像上进行训练的, 那限制这个直觉上来说, 它肯定会损害它, 它的性能, 因为这个预训练模型很可能它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 它提取出来的特征对医学图像来说, 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直觉上来说, 这个正责向反而会损害它的性能, 就是如果在预的跨度比较大的话, 从自然到医学的这个跨度上, 可能会损害它的性能, 后边就是为了论证它这个方法的有效性, 作者又做了这个实验, 就是在ImageNet上与训练的模型, 把它用在这个医学图像上进行微调, 发现对于这个ERM的训练它还是有提升的, 就提升的没有这么多了, 也可能是它本身这个方法, 这个ERM它效果就它的这个平均值就很高, 就94了, 它可能在网上也没有太多提高的空间了, 反正就是对于这个跨度比较大的数据级上, 它这个作者就是为了论证它的方法依然是有效的, 就相比于这个ERM它还是有提升的, 然后下边就是它对这个方法的分析, 然后前面提出来它唯一的改动就是加了一个这一项, 然后这个SigmaZF就是它, 使用的这个多元高丝分布的斜方差矩阵, 然后用它来建模, 然后这个Mu就是它的均值向量, 然后下边这个图呢, 它就是为了衡量这个, 就是我们训练的这个模型提取出来的特征, 它的斜方差矩阵, 它想说明个什么事呢? 就是它随着这个ResNet它的层数的增加越往后, 它这个模型提取出来特征的斜方差越来越大了, 就是它的变化越来越剧烈, 它就是想说随着这个层数的加深, 它后边的这些层提取出来的特征是更迷合到微调数据上的, 其实这个感觉这个, 这张图和它的论文整, 主要的这个思想关系也不是很大, 它就是说和以前的这些方法, 以前的论文发现的现象是一致的, 就是前边它可能没有那么, 变化没有那么明显, 对于预训练模型, 它可能对于前边这些提取它的特征变化不是很大的, 就是随着层数的加深, 越接近它输出的这些block, 它的变化越高, 就是它更迷合到了我们微调的这个数据级上, 对于不同的这个数据级, 它都有这个现象, 它都是随着这个层数的加深, 它的那个斜方差都有变高了, 然后下边这一项就是对于这个lambda进行的探索, 这个lambda选到多少合适了, 它进行了一些对比实验, 这个蓝色的线就是用ImageNet预训练的, 然后这个绿色的线是Clip, 这橙色的是这个Swift, 就是根据lambda比较几种预训练的模型, 这个后边这两种都是比较大型的模型, ImageNet会稍微小一点, 它呢,ImageNet它上也大部分都是就实际上的照片, 就photo这个鱼, 然后它发现对于ImageNet预训练, 它lambda像lambda这个权重越来越大, 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 这个作者分析呢, 就是因为ImageNet它上面的图片都集中在这个photo鱼, 所以它过多的限制这个鱼训练模型和我们训练模型提起出来特征之间的互信息呢, 对它整个的模型的放化性帮助不是很大, 因为它本身它放化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对于后边这两种大模型的话, 它本身已经见过很多很多的鱼, 很多的图片了, 所以可能限制用lambda来限制它们两个之间的互信息是一个有益的, 就是会一定程度上减缓它过拟合到这个微调的数据上, 然后总结一下这个论文的话, 就是在第一点就是在预范化的这个问题上, 预训练模型的选择和微调确实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因为直观上来说确实它简单的微调可能反而会损害它模型的这个性能, 然后对于这个预训练的选择呢, 其实实际如果用的话肯定是选择这种大模型效果会好很多, 但是如果是在论文的实验里, 它可能就是需要和对比方法使用同样的backbone, 使用同样的初始化方法, 所以这个可能选择会稍微少一点, 但这个微调的方法是可以选择的, 而常见的微调的方法呢, 一种就是可能有很多方法, 但是其他的我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两种吧, 一种是这个Lineaprove, 就是前面特征提取的部分是不动的, 只训练后边这个分类层, 还有一种就是Fantune, 就是开放整个模型的所有参数进行学习, 进行微调, 感觉这个Miro这个论文像是介于这两种之间的一个方法, 它开放了所有的参数去训练, 但是它用一个正的项来限制, 它和这个就是没有动的这个预训练的模型提取出来的特征是相似的, 就相当于是没有这个这么绝对, 就是完全不动这个特征提取的部分, 也没有这个后边这个Fantune这么灵活, 就是所有参数都直接去学习这个方法, 感觉像是介于这两种之间的一种方法, 然后第三个就是对这个论文的一个问题, 就是衡量分布差异有很多个指标嘛, 什么KL散度,JS散度, 为什么使用互信息这个感觉它论文没有太多的描述, 其实也, 其实感觉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你总要有一个, 它这个论文从这个出发点来讲, 它总要有一个指标去衡量它们两个之间的分布, 其实用什么感觉可能差别不是特别大, 后来我们之前做, 因为也是做那个预训练的嘛, 所以也会用到一些这个预训练的模型, 就是参数初始化肯定是用预训练的模型, 然后我就在那个PSIS这个数据集上稍微试了一下, 这四个方块就是四个不同的预, 就是有照片, 有艺术画, 卡通图片, 还有简笔画等等, 然后发现Clip提取出来的特征确实是特别好的, 当然这个Backbone不一样啊, 这个ResNet50的图片我好像没有保存, 所以就就是简单对比一下, 其实ResNet50这个ImageNet预训练的和ResNet18差的不是很多, 也没有特别好, 我们发现这个Clip提取出来的特征, 它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类嘛, 它每个类里边都有四个预, 所以它这一个类里边有四个预, 但是对于Clip来说, 它好像已经能提取到预无关的特征了, 就像这些预, 它都已经其实可能都不需要这个MLP, 直接用这个据类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 它每个每个这个这个Cluster里, 它都有很多个不同的预, 所以它整体上来看, 它已经可以提取到这个预无关的特征了, 然后对于ResNet18呢, 它这个ImageNet预训练的ResNet呢, 它就稍微差一些, 稍微差一些, 要差很多了, 比如说这些它红的就有好多好多个块, 就是它对它的预的, 就是它的风格变化, 还是会干扰它对预意特征的提取的, 然后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